SpaceX旗下萬眾矚目的巨型火箭星艦 原定要在17日 於德州墨西哥灣沿岸舉行首次發射 不少民眾還提前到附近空地卡位 準備見證這個歷史性的畫面 不料就在發射前最後一刻 計畫卻突然緊急喊咖 SpaceX創辦人馬斯克 事後在推特發文解釋 由於其中的增壓閥出現問題 才會導致發射緊急喊停 公司也說明至少需要兩天的時間 才有辦法進行第二次試射 然而這對老早就到試射地點卡位的粉絲來說 簡直是晴天霹靂 我們非常感興奮 我們昨晚到達州到達州到達州 所以我們已經到達州到達州到達州 所以我們已經到達州到達州到達州 所以我現在就要考慮 如果我可以再兩天再坐在這裡 我已經在看它兩、三年期 我真的想看它離開 星艦的研發與試射 一直是各界密切關注的焦點 原因是這艘星際飛船單單推進器 就搭載33部引擎 推進能力大幅升級 更特別的是 有別於一般火箭發射完 就會直接墜毀 無法再次使用 星艦的設計 能夠讓飛船在發射後 又重返地面進行其他任務 如果最終順利達成試射飛行 星艦不僅可以作為探索太空的工具 也可以作為科學研究工具 幫忙載運大型研究器具升空 有望為人類探索外太空 翻開新的一頁 韓語新聞黃宇君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韓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